2007年1月,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9年来,中国没有再实施,导致大量太空碎片的类似反卫星试验。 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局副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1月11号星期一说,国际压力和外交努力对北京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希望能借此机会推动国际社会最终达成太空行为准则。 其中一个方法是,政府专家小组就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和信心建立机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 我们也可以跟去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行动那样,继续就太空行为准则展开讨论。 虽然那次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它为我们明确太空行为准则的后续努力,奠定了基础。 不过安全问题专家们对美国与中国等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不抱很大的希望。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坎帕尼博士认为, 中国会继续谋求各种途径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因此不希望受到某种行为准则的约束。 美国对太空的利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无论这是好是坏, 这为中国以各种方式破坏美国太空能力创造了动机。 太空不仅对美国核威慑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还对美国调动常规力量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反卫星能力,美国正在考虑各种不同的选项,保卫自己的太空资源, 包括采取反卫星等惩罚性措施,遏制对手可能发动太空攻击行动。 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西钦斯认为, 美国军方不希望他们实施这种惩罚性措施的能力受到限制, 因此也对定立太空行为准则的国际努力持怀疑态度。 我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期的一个变化是, 逐渐放弃对战略约束和以多边以及双边努力解决分歧的重视。 副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承认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难度很高, 但否认美国政府逐渐淡化对建立相关准则的重视。 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去年4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表示, 赞成定立太空行为国际准则, 但前提是相关准则不会约束美军的自卫能力, 而且各国对相关协议的旅行必须能得到核实。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